我独自升级中 猎人是人类对抗恐怖的魔兽的最后防线 这些魔兽 稀稀在被称为门的跨尾度中 这些门就像任意门一样 你永远不知道 里面会弹出什么奇怪的东西 门出现七天之后 里面的怪物就会迫不及待 存递出来散布 造成大规模的破坏 唯一阻止浩劫的方法 就是猎人们组成感死队 进入门把怪物们通通退货 金牌猎人陈正宇 在升级冒险的过程中 参加过无数次突击队活动 每次冒险都像在开进行报 有的让你实力倍增 有的则显差点让它挂掉 地下层难度和猎人等级一样 分为E级到X级 取决于门里怪物的实力 但是有些门的难度 评估有严重问题 就像用尺量大象一样不靠谱 害得猎人们以为可以轻松获胜 结果进门 就被里面的小怪物激活为傲 更惨的是 身为玩家的正宇 还经常被系统强制单刷现实副本 简直是哪命在玩游戏 不过好在每次升级 都超护旋就对了 接下来我将解说 10个认为最危险的地下层 第10 陈正宇第一次以玩家身份进行战斗 成为玩家后 正宇很快迎来了 他人生第一场单刷副本 有每个人物拿到的钥匙 正宇在解育战正下方 打开了一个及时地下层传送门 一开始看起来挺简单 但离进去 正宇就发现自己被关了起来 想出去只能靠打通关或领便当二选一 最恐怖的是 正宇自从在第一集的地下层挂掉后 升级根本就没什么进展 战斗力依旧弱到不行 所以当正宇刷着刷着 发现杀狼砍戈布林越来越轻松 升级速度简直跟开外挂一样时 就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不过 就算升到天上去 正宇也没办法为地铁追身处 那个恐怖的地下层守卫 做好任何心理准备 第九 如果不是正宇 黄东石队伍早就杀了其他人 为了赚点外快 正宇绝下了高难度地下层突袭任务 跟一只猎人队伍组队 这个队伍的老大就是黄东石 一个西级的坦克猎人 黄东石是韩国最强 埃及猎人之一的黄东秀的哥哥 突袭任务一开始还好 但很快的画风就歪掉了 黄东石那些人把正宇 和另一位地级猎人刘整号 骗到BOSS房间后 露出了邪恶的真面目 把他们两人给了地下层BOSS不管 自己还想落井下层补刀 更可怕的是 戏头竟然强迫正宇把他们做掉 否则这里的心脏就会停止 第八 江太子将以这简单的任务 变成了一场求生之战 接了一个简单任务的正宇 竟然巧遇了 双重地下层幸存的队友 黎祖希和金丧石 但是感人的重逢没空善言 因为他们制止临时队伍 还有另一群队友 江太子监督的一群囚犯 剧群走向突然急转直下 原来真正的反派并不是囚犯 是表面上吃香的江太子 江太子受估暗杀一名囚犯 为了灭口 他还打算把正宇一行人 通通送去领便当 身为B级刺客猎人 江太子是正宇到目前为止 遇到最强大的单力敌人 更可怕的是 正宇还有一边战斗 一边保护队友们 简直是修罗战产的极事感 第七 遇到过的最强大的法师 正宇还在等待 猎人等级复兵结果时 就在自家路猎人工会的冒险之旅 这次任务 原本是韩国最强工会猎行突袭 但华峰突然外城保卫战 越前超强烈的高等兽人胡适丹丹 差点把工会众人送回新州村 带头的高等兽人法师 更是一个法律超权的爆破狂 是正宇到目前为止 遇过最爱放眼花的魔法师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正宇终于制服了兽人大军 并使用影子支配 将他们的首领变成 影军中排行前茅的猛将 大雅 低流 攻略恶魔城之路 结了一个每日任务 正宇就从祝福随机巷里 拿到进入恶魔城的金钥匙 一旦他进恶魔城 正宇就遇到了看门狗 A级魔兽第一拳 这场战斗让正宇深刻体会到 虽然他实力渐长 但小攻克恶魔城还差得远呢 正宇足足打卡了三次恶魔城 每次都鲨鱼而归 最终才攻略完100层 见到了最终BOSS 曾经是百焰君主的巴兰 恶魔城九队是 整本漫画里最魔人的任务 光是里面呈现 上网的怪物和四个魔王 就够让任何猎人忘了却步了 不过 一路干到100层的正宇 实力已经经费洗笔 打起最终魔王来 简直是小菜一碟 第五 挑战转职 当正宇参加 职业转职任务时 他期望自己应该能够 向他快地完成 因为他的每日任务的截止时间 就快完结了 但正宇还是小看这次任务 即使在与大批铠甲骑士集战后 最终击败了 几乎要杀死自己的伊格利特 正宇发现船只任务还没结束 接着又是无情无尽的 亡灵骑士和法师涌现 要不是 每日任务刚好结束 把正宇强制退出副本 他这次可就真的要玩完了 这就类似 正宇报险生涯中 运气最好的一次了 也凸显了这个任务的凶险 差点在刚开始就功亏一篑 第四 卡特农神庙 正宇在这床入卡特农神庙 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即将体验 恐怖再放松 正宇速度召唤影子士兵助阵 却发现 这是设计者为他安排的最终测验 亡灵魔法通通失效 这场与设计者的最终决战 看成整部漫画里 正宇最接近挂掉的一次 正宇正忙着 因为回复暗女君主记忆而陷入恍惚 猎人工会的精力们就突然到场 其他猎人顶着巨大的压力 在没有正宇的帮忙下 苦战设计者 虽然到目前为止 正宇已经强盗让大部分敌人望而生畏 但设计者却再次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 无论你有多强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呢 第三 急周岛的蚂蚁帝国 怪物们从二姐们事件逃逸后 急周岛就沦为了一片 无人感踏足的蛮荒之地 由于该岛位置偏远 政府也只是远远监控 这些怪物似乎也过不了拥有剑价 由不到韩国本土来 但没想到的是 这些蚂蚁竟然开始健身进化了 几次进化成功的巨型蚂蚁 横渡大海杀到韩国后 猎人们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必须速战速决 彻底消灭这个蚂蚁帝国 既走岛的蚂蚁们 可是夺走了无数猎人的生命 其中还包括日本最强猎人 后腾龙二 亚布斯镇宇即使赶到 制服了蚁王 并将其纳路抹下 变成最强士兵 韩国可就真的要变成 蚂蚁的天下了 第二 陷入一个 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 为了让真雅的好友 韩宋益 了解猎人工作的危险性 真女决定带她去体验一下 真实的突击任务 但她万万没想到 这次叫些突击 会变成大型翻车现场 原本普通的门突然变成陷阱 把所有人关了起来 还升级成了A级的红色门 真女一行人破译无奈 只能乖乖打通观察人出去 在被困的过程中 队友分成了两组 一组跟着A级猎人经责 另一组则留在真女身边 没想到猎人金泽那组 遭遇并经历全军覆没 金泽后来也惨死 真女则好像她变成影兵 并精确地起了新名字 艾恩 第一 双重地下城 卡丹隆神庙双重地下城 绝对是整部漫画里 最凶险的突击任务 原本以为只是简单低级地下城 队伍里最强的宋志烈 也不过是个C级猎人 面对地下城伸出的X级魔兽 这小哥波小腿的 简直是躺臂挡车 这个副本的可怕之处 就在一队伍全员的洛布进风 在魔兽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跟真女之后可以抢到弹刷 卡特农神庙比起来 简直是天然之别 这次任务不仅害得一半队友灵的便当 真女还断了一条手臂 好不容易才跟李主席一起逃出生天 最惨的是真女自己命上黄泉 不过她的死亡是她成为玩家的开端 以上就是整个故事中最危险情节的地下城 你们还认为哪个地下城是最危险的恐怖的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